早安TBS成煎快訊 要帶您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首先還是要帶您關注這國際的焦點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兵中主席 造勢活動的時候是遇到了槍擊 不只引起國際關注 其實妻子梅蘭尼亞也是動怒 而且還發文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其實梅蘭尼亞就是透過S平台 來發表公開信 斥責這個槍手是一名怪物 甚至也表示這一次的事件 讓他意識到家人的生活 是處於毀滅性變化的邊緣 同時也感謝特勤人員的保護 而且也呼籲我們應該要跨越政治分歧 團結起來 一起為更美好的生活 一起來奮動 結束要帶您看 是英國凱特王妃 其實過去是非常罕見的露面 但是現在是現身在 溫布頓的南丹的決賽 2024年這個溫布頓的網球公開賽的 南丹決賽 其實就在台灣時間 14號的晚間9點來開打 當時是由世界排名第二的曹科維奇 對決世界排名第三的艾卡拉茲 而卡拉茲王妃是帶著女兒 親自現身會場的時候 其實也引起現場的歡呼 都鼓掌歡迎她們進來 因為這也是凱特王妃其實宣布離癌之後的第二次公開樂面 而凱特王妃這一回也有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替這個南丹的決賽來進行頒獎 接續要帶您回到國內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新冠疫情又會出現新變化了嗎 其實在以上週來說 我們的新冠肺炎是累積了987例的中重症 還有99例的死亡 疾管署近期也宣布 我們已經會採購最新版的疫苗是JN.1 而且10月開始就會跟流感疫苗來同步的施打 只是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 其實台大醫師黃立民就已經點出了 目前新冠病毒雖然是這個JN.1占大數 但是LV.1還是很兇猛 有可能會引發新的疫情的高峰 而專家就擔心這個防堵的防疫的壓力會倍增 所以也呼籲民眾應該要來接種疫苗 來應對這變種病毒 接續要帶您看到是這個炭肺制定的議題 因為過去其實就一直沒有一個下文 而ET途隊其實也點出了 目前炭肺政策制定 還是需要這所謂的全面評估 對產業跟企業的衝擊 尤其是在碳排大戶的工業部門 主要就是考量到其實這個炭肺 如果太過高昂的話 可能會導致企業的經營困難 甚至有可能會引發所謂的失業潮 所以就建議我們的政府應該在第五次的會議之前 應該要進行更詳細的產業 還有企業的影響評估 來避免這個炭肺對於這些企業造成更額外的負擔 結束要帶您看到的是這個三星 也就是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現在有可能會被韓國的三星給敲車了嗎 根據中時的報導 其實南韓的媒體就引進了業界的這個消息指出 說如果三星在本月底公布的第二季的彩跑當中 如果設備檢決的方案部門 營收超過28.5兆韓元的話 就有機會來敲車台積電 而對於這樣的消息 其實很多人都很振奮 因為這如果成真的話 或是三星首度在這個領域超越台積電 只是對比先前南韓媒體 其實對這整體的半導體 其實是持有悲觀的態度 但現在似乎又因為這個訊息 再燃起全新的希望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最起色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主播淑瑞